來,接著我們看第二十一題到第三十題啦 他說啊,圖中燈泡都可以發光喔,而且都沒有燒壞 問哪個燈泡最亮 好,那我們看第一個圖是什麼,是叫做併臉的 併臉的時候什麼是用相同啊,電壓相同,所以這邊三伏特 三伏特,OK 好,那三伏特是這樣的電壓相同,所以什麼,比電流嗎 電流比較大一點的就會比較亮 OK,因為電壓相同的情況之下,我們只要比電流 所以三伏特除以二歐姆,叫做1.5安培 什麼叫1安培,對不對 OK,所以甲的亮度大力,好,甲大力 好,那我們看這兩個呢,這是串聯的方式 串聯方式呢,電壓來講是相加的 那,電流會相同 電流相同,因為串聯之後電流相同 所以我們怎麼比他們電壓呢 好,所以我們先點v等ir 現在他們是電流相同的情況之下,v跟r會成正比 所以這邊也會是3比2 電壓也會3比2,電流是相同 但電壓比會點電阻比3比2 所以全部是3,他佔了5分之3,他佔了5分之2 所以3的5分之3,叫做1.8 那,2的5分之2,對不對 3的5分之2,叫做1.2 OK,好,這邊是1.2V 所以我們很明顯知道說 這兩個比跟丁而言,應該是 丁比較亮 因為他的電壓比較大 好,那現在呢 甲跟丁誰比較大呢 我們知道比什麼 可以比電能 你看用p等iv好了 p等iv 所以這邊甲是3 3乘以1.5,叫做4.5 我們用p等iv去算 把甲與丁先算出來好了 讓同學都可以知道 那 這邊是 甲是1.5乘上3 叫做4.5 乙呢 是1乘以3 叫做3 那丁呢 這邊應該要把電流算出來 然後1.2乘以2 叫0.6 安培 1.8乘以0.6 所以這邊是0.6 乘以 丁是1.2 丁是1.8 所以這邊是0.72 OK,那這邊丁呢 是 1.8 OK,都比什麼 都比甲還要小 所以20乘以0.7 安全就是 甲與A 這個最大 OK,好 第二十二題啊 還有的是 下列哪些反作用力 那老師有用於 學了很快的判斷方法 不知道有沒有用上啦 好 書 作用於桌面的力 叫做R 書 對桌面的勢力 叫做R 書所作作用力 叫做W OK 那我們看這是什麼 書對桌 書對桌 是R 書所作作用力是什麼 是地球吸引書 地球吸引書 叫做W 桌面之詞 書 書作用於地球 誒 那這邊你發現誰跟誰 是有 作用力反作用力呢 你發現哪 哇 這個 書對桌 的力 跟桌面之詞的力 應該是作用的反作用力 所以R跟N應該是 所以沒有R跟N 所以答案應該是另外一個 那書作用於地球的力 就是書 對地球是力 對不對 然後來呢 地球 對書應該也要施力 對不對 書作用於地球 書所作用力 不就是地球吸引書嗎 所以這是書作用於地球 這邊是地球吸引書 所以這兩個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所以答案是F跟W 答案選是B 好 我們看23題 我們先去看23題 23題呢 將籃球垂直上拋 問何以為是錯誤的 籃球上升過程當中 重力未能增加 沒有錯 你往上升 有高度就有重力未能 所以A對 B 籃球到最高點的時候 瞬間 手作合力為0 不對 合力不為0 為什麼合力不為0 因為它最高點還有什麼 還有重力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有什麼 就有力 這個合力 F的A為怎麼來 不會有重力加速度 一個物體 有重力加速度 它到底怎樣 就有合力 所以合力不為0 這邊是錯的 答案選的是B C 上升過程中 動能減少 對 速度越來越慢 最高點速度為0 所以最高點的 動能是0 所以很像 籃球在上升過程中 重力加速度不變 重力加速度都不變 從頭到尾就怎樣 都是G 24題 他問哪一個 不存在自然界 那我們知道 一個 電子 或個 電荷 那大電量叫1.6x10的-19次方庫倫 所以我們必須做計算 好 那珠影像是一定有的 所以把它劃掉 因為我們曾經還有背過 1庫倫等於6.25x10的18次方 對不對 好 所以24題不會是珠 好 那我們把它算回來了 如果是最後一個 從C算回來 這邊是6.4x10的-20次方 去除1.6x10的-19次方 OK 這個約下來是多少 是4 這邊不行 這邊是-10的-20 這邊10的-19 所以還有10的-1次方 所以是0.4 不行 大家選是C 而且都可以啦 然後 25題 他參加直線折返跑比賽 就是他比賽過程中 位置跟時間關係圖 運 他改變方向共幾次 不要忘記啦各位 位置跟時間關係圖要看什麼東西 才是他轉彎的地方 這邊往正方向走 這邊開始往反方向走嘛 所以這邊叫折返 這邊叫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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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總共折返幾次 答案是4次 26題 假扁有三個燈泡 如圖 所示 燈泡都可以發亮 而且都沒有燒壞 三個燈泡兩段 電壓大小關係為和 好的 那我們就把它假設 這邊叫做1.5伏特吧 一個電子1.5伏特嘛 所以假設是1.5 對 不用算了 因為它是並連的嘛 這兩個是串連的 但它電壓呢 兩個電壓加起來會等於1.5伏特 因為它們是並連的 好 所以這個串連的之後 我們怎麼算呢 一個是2跟3 跟前面那一體好像 對不對 2跟3 我們看v等ir 它們是串連 所以i是相同 就是電流相同 的情況之下 v跟r成正比 所以乙跟餅的電壓 剛好是它佔2比3 2比3 所以它佔了五分之二 它佔了五分之三 所以乙的電流 跟餅的電流 把它算一下 電壓算一下 然後電壓 所以是 1.5乘上五分之二 就是1.5乘上五分之三 這邊是0.6 這邊是 0.9 所以還是假最大嘛 假最大 然後那裡是丙 再次以 夾丙 這答案選的是C 答案選C 二十七題 星辰 星辰6點的時候 看見月亮 在西方地平線 看到這邊想像什麼 在西方地平線 表示要怎樣 它開始要落下了 要落下了 6點的時候 再要落下 所以幾點會升起 就是 下午6點的時候會升起 所以呢 在你正同點的時間 剛好是半夜0點的時候 所以那天是什麼 那天是滿月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 OK 二十八題 這是月球 相對地球 太陽的位置關係圖 當月球運行到夏列河河的地方 會出現大潮 大潮 你看太陽在這邊 地球在這邊 那什麼時候運行大潮呢 當三者連一直信的時候 所以有可能是以 有可能是釘嘛 都可以啦 答案選的是豬 二十九題 如果不考慮 滑輪跟 這個什麼 重量跟主力 物體16公斤重 16公斤重 至少去吃多少公斤的力 才可以讓物體上升 OK 這是什麼 這是動滑輪 動滑輪呢 它可以接成一半的力 所以這邊總共是 八公斤重 所以二九題答案選是B 來 三十題 有四個燈泡 這四個燈泡會為了什麼 哪個電阻最大 它會給我什麼 它都只有給我 功率 是P跟V嘛 所以要求R用哪個公式呢 用P等於R分之V平方 R分之V平方 好吧 那我們加一平方算一下 所以R叫做P分之V平方 所以 夾 1 丙 丁 100的平方 丁呢 兩百分之兩百的平方 OK 它比大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知道 這個 甲跟乙來比啊 應該是乙比較大 所以甲不用看了 丙跟丁來比啊 丁比較大 所以丙也不用看 所以這兩個來比看看 看值得比較大 那我看這邊分子相同 分母越小 其子越大嘛 所以答案選人是E 答案選人是B